8月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护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今年上半年 全国各地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.5万亿元 比2020年同期增长8.3%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表示 全国疫情呈多点发生局部爆发态势 需要从严从快推进区域协查防控 目前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17亿剂次 十一市班禅在四川甘肃 涉藏周线开展学习考察和宗教学修活动 8月4日 深交所创业版上市公司达到1,000家 自2009年10月30日开版以来 创业版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股权融资1万亿元 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 出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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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的行事 有国余 wus ul